我們接著有讀經的時間 我們每個人都有讀經計劃 我傳給大家的羅馬書 應該今天讀第八章 上個禮拜讀羅馬書一章到七章 在這裡我抽了三段出來 我們一起讀羅馬書五章一節 我們既恩信清義就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與神相和 我們又藉著祂恩信得進入現在所站的這恩典中 並且歡歡喜喜盼望神的榮耀 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 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 忍耐生老年老年生盼望 盼望不至於羞恥 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 將神的愛囂貫在我們心裡 我講一講一個很大的經歷 當我初信主在團契的時候 有一次神安排 有一個聖經工會的人來講關於查聖經 他教我們在聖經中寫一二三四 寫箭咀前因後果 有一件事發生引致另一件事就寫了箭咀 還有一些重點字可以隔著它 在旁邊可以寫一些重點字 這裏就給大家看一看了 你看到有兩組的數字 一組紅色一組黑色 因為這裏有兩組數字 大家都可以看聖經的時候 你可以試用這本聖經寫數字 我們既恩信稱義 其實原文是直信稱義 直著信耶穌稱義 得稱為義 直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得與神相和 這是第一個後果 同神和好 其實因為我們的罪 我們不能同神相和 並且與神為敵 現在與神相和了 然後恩信得進入現在所暫的這恩典中 即是說同神相和之後 就進入這個恩典裏 這個恩典裏有很多各樣豐盛的恩典 即是進入一個樂園 其實基督徒是可以活在樂園 基督徒是不需要活得辛苦 我們可以活得輕輕鬆鬆喜樂 因為我們做任何小事對的 神都歡喜 所以我們可以進入這個恩典 然後就歡歡喜盼望神的榮耀 就是有一天耶穌回來了 那時候我們看到神的榮耀 我們自己都變為榮耀 你到時候忽然看到自己 我全身都發光 我全身再沒有病痛 有什麼病痛呢 到時忽然發現是沒有痛 如果是戴眼鏡 忽然不用戴眼鏡 而且可能東西全部消失了 忽然穿白袍 在耶穌回來的時候 我們就改變形象了 我們就歡喜盼望 有一天 我們會有這個神的榮耀 然後第四個後果就是 不但原始 就是在患難中都歡喜 即是說 就算被迫霸 被人羈笑 被人不好的對待 我們都靠著耶穌能夠歡喜 有神的喜樂 因為神歡喜 我們親近祂 遵從祂 神會給我們力量喜樂 就算被人罵 其實祂被我們罵 被人罵 那個人是有問題的 祂傷害我 其實祂比我慘 我們忍受祂的辱罵 不放在心上 神又歡喜又賞賜 但那個人就不是 那個人是被神 在神的震怒之下 神要懲罰他 所以我們為祂祈禱 祂比我們慘 我們就說 我有神恩怜 我就歡喜了 接著後面就解釋 為何我們患難中可以歡喜 因為患難生忍耐 在患難中成長 就會有忍耐的心 譬如我自己 其實我很多年受過患難 家裡有離婚、賭博 很多問題 又罵 經常都在這種不好的狀況之下 但是在患難中 我就學習到忍耐 很多事情 困難我都忍受 不會覺得很淒涼、很慘 並且我又學習到 一離開家裡 立即開心了 我一離開家裡 就好像快樂過神仙 我很開心回到學校 很開心跟學校的同學相處 在那裡沒有人罵 在學校的老師也很喜歡我 所以出門後就開心了 但是過程就學到忍耐 忍耐會生勞煉 勞煉這個字翻譯有時 可能有些人不明白 其實原文的意思是性情 性格 即是說有一個堅定的性格 有些人 他們因為 因為現在的草莓時代 草莓時代的青少年 滴這麼多苦 他們又受不了 又不開心 沒有這種堅忍的性格 我自己來說 無論是短孫 或者有時被迫巴 即是去短孫 其實也有些情況困難 我們現在的短孫 也沒有什麼困難 但我去的那些長孫 譬如曾經去非洲的那些 他們真的是困難 那些地方又多污英 又多、又熱、又… 譬如那個洗手間 是一個小洞 要瞄得很準 即是是蹲下的 這樣就瞄得很準 看得準 很多各方面的條件 譬如很熱 那個教堂有風扇 叫做好 所以我去到 跟他們沒有冷氣 根本的電是很弱的 瑞士沒有電 在這個情況之下 但我也站得穩 不受影響 因為知道 神是歡喜我們侍奉的 老年生盼望 即是我們知道 我們有成長的性格 我們有盼望永生 盼望神的賞賜 盼望我的生命是發揮的 盼望又不至於羞恥 即是不會羞恥 不會好像很慘 好像生命很羞愧 其實我們的生命很榮耀 是神很歡喜的 有一天 當大家在神面前出現的時候 我們每個都變成王子公主 不過根據聖經 有些人的榮耀是更加強的 你看到有些 真是極度的尊貴 有些沒有那麼尊貴 都是尊貴 不過沒有那麼尊貴 希望大家都渴望 我在新天生地的時候 是真的非常尊貴 是神喜悦的 只要我們真心處理罪 所以盼望神的榮耀 並在患難中都很開心 因為患難就會生出忍耐出來 忍耐會生出一個強而喜樂的性格 這個老練的性格 然後英文是character 然後又盼望 盼望就不會羞恥了 然後聖靈將神的愛由 囂貫在我們心裡 然後就是羅馬書五章九節 我們現在是讀經 還有我簡單的解釋 一起讀 現在我們既靠著血清義 就更要藉著他免許神的憤怒 因為我們作仇敵的時候 且藉著神而治的死 得與神和好 既以和好 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 不但如此 我們既藉著我主耶穌基督 得與神相和好 也就藉著他以神為樂 這裡講到就是 我們既靠著他的血清義 可以有什麼後果 第一就是清義 靠著他的血的後果 有耶穌的補血 第一清義 第二免許神的憤怒 很多人不知道神有憤怒 因為他們覺得 神這麼充滿愛 怎會憤怒呢 聖經說到 神有聖結公義 有罪一定有破壞性 有破壞性 當人有罪的時候 聖經說到 信子的人有永生 不信子的人得不自有永生 其實那個不信子 那個字是不信從子的人 那個字是不信從的意思 不是只是不信 有些人只是以為不信 是不信和不聽神的話 即是信了耶穌 但是不聽神的話 得不著永生 神的震怒 尚在他身上 哇 很嚴重 神的震怒在他身上 神是的確有憤怒的 當人不聽話的時候 好像大衛他犯奸淫的時候 神是慎不起穴 神是管教他 懲罰他的 神是有憤怒的 如果當一個人繼續不聽話的時候 可以招惹神的怒氣 神可以懲罰 尤其在不信的人身上 神為樂加上第五點 即是說原來 因藉著耶穌保血 第一 稱為聖結公義 免去神的憤怒 同神和好 得救 還可以因為神而開心 可以經常活得開心 所以這就是信耶穌的人的福氣 信耶穌的人 是不需要那麼淒涼的 那些淒涼的基督徒 因為他們經常看著不好的東西 當我們經常看好的東西 我們看到神的恩典和基督徒的美好 我們就說 其實我們是有福的 我們是蒙福的人 接著羅馬書七章十八節 又說到我們的罪性情 我們一起讀一下 我也知道在我裡頭 就是我肉體之中沒有良善 因為立志為善 由得我 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 故此我所願意的善 我反不做 我所不願意的惡 我倒去做 若我去做 所不願意做的 就不是我做的 乃是住在我裡頭的罪造的 在這裡說到保羅 他說我肉體 這個肉體 英文翻譯為Flesh F-L-E-S-H 其實他的意思 因為上下文的意思 就不是指我們的肉 不是我們的肉有些不良善的東西 是指我們的罪性情 我們的罪性情 我們的本性 就是人類犯罪之後的性情 是沒有良善的 即是說 我們裡面有兩個性情 立志為善 由得我 即是我們會立心跟從神 但是 我們裡面有一個抵抗的力量 我們每個人都會發現 有種心我們想得救 凡是真正得救的人 他會覺得罪是不好的 我們很想得救 也都很渴慕天堂 也很渴慕經歷到神 即是我們會有這些心 亦都想去聽神話 這個就是有新性情 但是我們發現 我們裡面有一個舊性情 這個舊性情會怎樣呢 有時會埋怨 會煩惱 會不開心 會被人氣壞 甚至想氣壞人 那個人這麼壞 我要罵他 我要整理他 我要令到他不開心 這個就是我們裡面的罪性情 所以保羅也承認 他裡面有這個罪性情 所以他願意的善 他反而不做 他不願意惡賭去做 但是保羅後面的經文 說到他靠著耶穌是能夠得勝的 如果是我做不願意做的 不是我做 乃是住在我裡頭的罪做的 有些人說 那不關我的事 不用負責 其實不是這樣的 我們都是管理 我們整個人的 所以我們犯罪一樣 我們有負責 一樣有的後果 我們知道有罪 我們就悔改 處理罪的德性是甚麼 一有罪立刻處理 我們雖然有罪性情 人人都有的 沒有人是沒有的 人人都有一種罪的意念出現 我們一有罪的意念出現 立刻處理 這就是德性 有些人說 我今天又想一些不好的事 那想一些不好的事 立刻處理 立刻想回神的事 立刻求主赦免 立刻求主幫助我們 去想正面的事 就是我們知道有這個罪性情 有一個新性情 我們就讓新性情作主 有罪性情的聲音 我們可以留意到 學習到 咦 聲音說煩惱 激氣 怒吵 這是罪性情的聲音 你知道就不要跟隨它了 但有些人說 順其自然 我們基督徒不是順其自然 我們是信服聖靈 不是順其自然 我們裏面發覺一種聲音 叫我們發猛症 怒吵 罵它 這是罪性情 你分辨到 你就不會聽的話 但我們裏面有一個聲音 悔改 離開罪 聽神話 這是神的聲音 我們就留意這個聲音 聽神的聲音 我也形容這個聲音 好像聖子 神降聖子下來 我們就歡迎這個神的聖子 祈祷 走 真 有點 摩托 回 我們 我們 по � Seit 這種 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